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不过我查了一下总算有答案了 他说为什么他安装了以后变成英文版本 那么是不是有关于电脑语言的设定 他的电脑是英文版的 那有办法把威力导演变成中文的吗 可以的,我找到了 首先我们启动威力导演 好,他在语言的设定是在哪里呢 是在功能表 这个导演也是功能表 编辑功能设定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这边 在第二个标签一般 在最下面 一般来讲他会使用系统预设的语言 也就是说你的电脑使用什么语言 那么他就使用什么语言 那这个当然是最保险 大多数人都会好 好,那不过如果是像这位来提问的网友 他的电脑并不是预设是中文 他的预设是其他语言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按使用者定义 那使用者定义 点下去之后 下面就可以选择了 好,那他说他的是 你看 繁体中文 好,目前是繁体中文 那他的电脑不是繁体中文 是英文的 那我们来用英文的 转成中文试一次看看 英文确定 好,这时候他有一个对话框 城市重新启动以后 变更才会生效 这时候你按下确定 他就会变更了 像我现在就把中文变成了英文了 好,我们把威力导演关掉 我们重新再启动一次 你看到没 威力导演刚才这里是中文 现在已经变成英文 关系,我们打开来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全部变英文了 完了,我看不懂了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刚才记得他的位置 记得他的位置 好,我们来重新启动 现在已经变成英文了 我来重新启动它 来,我们记得刚才控制的位置 好,导演以选单 第二个选项的最下面一个 好,第二个标签的最下面 好,使用语言选项 好,中文在哪里 中文在这两个 这个上面这个是 简体中文 我刚才测试了一下 我英文很烂 好,我们放大一点看 这个是选择简体中文 这个是选择繁体中文 所以我点下面这个 然后按OK 它就变成繁体中文 当然,如果你要选择 简体中文 请你选上面这个 万一不是 抱歉,我英文真的很烂 万一不是 那你就再改改看吧 好,我要选下面这个 OK 好,这个我虽然不知道说什么 可是想必是 它说系统重新启动以后 才会生效 因为刚才中文有说 好,我们按一下确定 我们再来关闭威力导演 重新启动看看 它是不是生效了 诶,你看 现在这里标签已经变成了 威力导演中文的了 我相信它已经变成繁体中文了 好,你看 你看,已经改回来了 揭取编辑 好,功能表全部都变成中文了 好 一般 我还是使用 预设系统 确定 好,程式重新启动以后 才会生效 那这样相信你就可以改回 你想要的语言了 那今天讲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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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